这个视频我要跟你讲讲脚上两栋点折线和最小问题 这类问题通常是以天空题或者选择题的形式出现 属于低频考点 有些同学可能会这么想 反正考的也不多 干脆直接放弃得了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那就得立马纠正了 对于中考 我们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如果考试中真的出现了这类问题 你就哭 他来不及了 为了不让自己以后哭 下面就和维师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如图 ABCD是个正方形 它的边长是4 AE是脚CAD的平分线 Q是AE上一个动点 P是AD上一个动点 连接DQ和QP 求这俩之和的最小值 要求两条线段之和最小 你会想到什么呢 没错 将军验马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 M和N都是定点 P是动点 而这个题中 只有D是定点 P和Q都是动点 所以它不符合将军验马模型 没办法直接应用结论 那咋办呢 别急 不妨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模型 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 这个模型中的P点是怎么确定的呢 对了 要首先确定N的对称点 N匹 然后连接N匹P 不难发现 不管P怎么动 这俩都相等 所以MP加PN就变成了MP加上PN 这俩什么时候取得最小值呢 没错 这三点共线时取最小 好了 一起来回顾一下整个过程 解决将军验马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把NP转化成N匹P 然后这两条线段就可以共线了 那这个问题能不能也这么处理呢 不妨试试 先确定D的对称点 由于AE是较平分线 所以对称点刚好在AC上 可以记作点F 然后连接FQ 这样PQ加DQ就变成了PQ加FQ 现在P和Q都可以动 那什么情况下 这俩只核最小呢 对了 可以先让这三点共线 然后考虑PF就行 PF什么时候取最小值呢 So easy PF持之AD时 就能取得最小值 好了 位置已经确定了 怎么算呢 观察三角形APF 不难发现这是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要求PF可以先求AF成 AF好穷吗 当然好穷 F与D关于AE对称 所以AF等于AD等于4 AF搞定了 PF就可以算了 等于4除以根号2 算一算 是2倍根号2 这就是PQ加QD的最小值 搞定 好了 最后来总结一下 要求两条线段之和的最小值 你就要想到将军印马模型 如果没办法直接利用将军印马的结论 你还可以借助他的思想 说白了就是转移线段 然后让他们贡献就可以了